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終於成功了這個視頻! 活了這麼長時間 真是不好意思 實際上要信到網友 自己的二十五間 是還有點難度 尤其是學習間的 所以我很不要錢 我也只用中文講 所有的事 所以開始吧 我在加拿大出生 很長大 但是我的家人來自為難 我二十五歲 我最喜歡的樣子 是紅子 我是我家最小的孩子 我有一個哥哥 和一個姐姐 我是家裡七個 孩子的叔叔 我是床家的一個長 加拿大大學畢業的人 我在加拿大 文革華的 UBC學習生課 我總未出過中國 韓國 日本 或南美 但是我正在學習 這些地區的語言 我喜歡演講 我曾經在大學裡做過很多演講 這是一些圖片 我有一個BubbleTea Instagram 帳戶 所以開這個 帳戶 是因為我的同時 不像 老師向我成熟建議 我目前在加拿大 重持市場營銷 我還在一些 小型企業做講師 是的 我很喜歡工作 我希望我講要 開始學習阿拉伯語 我最喜歡的音樂 是 企業 我的眉毛上有疤痕 因為我小時候發生過 一絲可怕的事故 我沉迷的第一 一款遊戲叫做 Maple Story 我在學校學 得最好的 KIMU 是 修學 學得最糟糕 的是 英語 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有 旅館裡上班 那份工作讓 我晒毀了很多 還晒爽了 我以前喜歡 吃鳳姐 搶拌米飯 喝酒 我不喜歡 看恐怖電影 我的意思 為 自己感到 驕傲是在 感到 的時候 我在整次 工作中 開始 使用 第二語言 男性 的時候 我經常 扔頭髮 我想到 現在 我大概 扔了 十五 四 洗手 我喜歡 寶寶 我喜歡 寶寶 2019年 我看見了 第一次 馬臺 比賽 我想去的 第一個 亞洲公家 可能是 中國 或 韓國 見了 我想總是 我的業務 方面的工作 好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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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 video thanks so much for watching it was really really hard to think about 25 facts of myself and especially being able to say it in Chinese so hope you guys were able to either learn something about me in this new video or learn about new words in Chinese and thanks so much for watching guys I know we'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one